这应该是父母在给孩子拍摄短视频 这是硬化术吗 不知道 反正景色确实很美 那孩子右腿上的手是怎么回事呢 拍摄者还去寻找了一圈 可是那里什么都没有 一对夫妇在购买了房子以后 邀请了很多的朋友来一起庆祝 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朋友们在帮这对夫妇拍照 能看得出来搬进新家确实很开心 但是以后可就说不准了 那黑暗中鬼魅般的影子仅仅出现了一瞬间 就消失不见了 还有那绝对不是屋主的朋友 因为此时的朋友们都在门口为这对夫妇拍照呢 那他会是谁呢 一个超自然调查团队 此时正在探索一座废弃的修道院 据说这座修道院建设于1235年 但如今这座修道院依然变成了一片废墟 队员们得到了消息 说这里的超自然现象极其的强烈 所以他们急忙地赶到了这里 而他们在这里会拍到什么呢 恍惚间有一个鬼影出现在了镜头的右边 在这里 你看到了吗 厄比斯山的博主 在2021年的6月 探索了俄亥俄州最危险的废弃社区 在1990年 一场大火烧毁了这座社区 而在那场灾难中 许多人丢掉了性命 灾难过后 几乎所有生还的人都离开了这里 从此 这里开始荒废 而在荒废的同时 这里也流传出了一些恐怖的故事 而这些故事 会是真的吗 连到这些年轻强化的状况 那些关系是什么事 这个房间公司 我的天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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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